988新闻线 晚上7点30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先跟大家说 就是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关于我们的部长 因为呢 昨天卫生部长阿汉爸爸 他不是没有去国会 然后就全人启示啊 大家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他没有来啊 明明是卫生部的 这一个总结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可能是会 有点不爽会生气 可能你们也觉得 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 结果是 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 他其实是在隔离当中 他接触过这个 冠病的确诊患者 所以他必须自我隔离 所以就没办法去国会了 就是这样简单的理由 新闻主线 确诊啊 我国今天是新增了 2234宗的创夏单日清高 雪州过半 是有1428宗的 JASA的拨款减半 通讯部的预算案 也通过了 那现在为止呢 有27个部门 当中的22个已经过关 看到邓张青他就说啊 他的党呢 是没有办法彻底改革的 那独撑定见的角色 他已经感觉到非常累了 沙拉尼今天宣誓就任霹雳州大臣 那霹雳州苏丹就说 三次换大臣应该当作借禁 是的 乌统哥达丹班区的州议员 沙拉尼今天就宣誓出任第14任霹雳州务大臣 这场宣誓仪式就在霹雳苏丹 纳兹林莎殿下的见证下 今天早上11点就进行了 沙拉尼今年59岁 之前就在霹雳州行政议会当中 掌管的是乡区发展 企业发展 合作社和消费人的事务 他在2018年的大选之后呢 就出任霹雳州国阵和巫统主席 然后今年国盟执政霹雳州之后 那时候他还是国盟推荐的三名大臣人选之一 经过了很多 你看这么半年的风波 对 然后转一圈 回到了他 对 是你的就是你的 看到沙拉尼上任之后呢 到底国盟三党会怎么去分配 州行政议员的比例呢 那有消息就说 新阵容里面分别就是会有 巫统五个人 土团党三个人 还有一党两个人的 可以去了解呢 霹雳州原有的行政议员阵容是 巫统六个人 土团党两个 还有就是一党两个 消息就讲到 这一次岛大臣风波里面呢 这个国盟三党最终打致一个共识 就是保留原有的行政议员阵容 而巫统霹雳州主席沙拉尼 就升为大臣 将他空下来的那一个位子呢 这个行政议员的名额 就会保留给土团党了 无论如何 我们也看到第一批的五名行政议员 今天也宣誓就职了 其中四人是巫统的州议员 有一个是土团党的州议员 那第一批行政议员名单当中呢 是没有伊斯兰党州议员的 四名的巫统州议员是在 今年三月就是 当时候国盟执政霹雳州的时候 他们已经出任过行政议员 至于今天宣誓的土团党州议员呢 他是在诺 他也曾经在国政时期 那时候是国政掌管 这个批利州政权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是担任行政议员的 那在今天的宣誓仪式上面呢 批利州苏丹纳兹林莎殿下 发表了遇词 而且他告诫 从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到现在 批利州史无前例 进行了三次大臣宣誓就职礼 但他觉得这不是引以为傲的历史 反而应该视为失败的借境 殿下表示从政者必须要思考 如何全力的去治理霹雳州 为人民带来福祉 以获得持续性的支持 殿下也形容 两头大象打架 难为了夹在中间的数路 意思就是 这是我们哦 夹在中间 从政者他们之间这些冲突 受苦的就是人民 那殿下也有叮嘱 一个人处于的地位越高 越容易得意忘形 千万不要让自己沾沾自喜 如同漂浮在假想的蓝云当中 以至于你忘记了被遗忘的这些绿草 因为呢过久的干旱 或者是不再被雨水浇灌 他就会枯黄了 就是一直很多比喻 来要这些政治人物 想一下我们这些人民 第一下有讲到啊 就是每一位这一个州议员呢 其实他们都是 都是由人民票选的 也是因为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嘛 那人民对州议员既以厚望了 呃 期望协助人民 就是可以改善生活 提供多元的需求和服务 以提升经济水平 以及致力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 等等的 那殿下有希望说 随着今天完成霹雳州务大臣 宣誓就职礼 也代表整个政治危机 已经告一段落 那随后呢 沙拉尼在宣誓仪式之后 就说到啊 既然巫统一党 还有土团党 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 继续合阻政府 也表示说 三党他们已经准备好 团结起来 他也承诺 接下来呢 就会去治疗 这三个成员党的这个伤口啊 就是要好好的修复 他们之间的关系啦 而另一边的西蒙呢 原本就不是有说吗 打算跟巫统组成州政府 但是这项计划是确定破局了 那新州日报就提问 行动党佩利州主席尼克敏 西蒙 尤其是行动党 会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尼克敏只是简单的回应说 明天会发表文告 来交代 尼克敏曾经在 这个月六号发布公开信说过 经过内部分析和讨论之后呢 行动党就决定 跟任何的政党合作 包括巫统 那另外今天也有看到 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 他就发文告说 行动党是一个有原则的政党 但也应该以开放的态度 不分政治立场的 跟任何连结的人事合作 那当然他也一转 就批评巫统 一再的妖魔化行动党 和煽动族群的情绪 那与此同时呢 看到最近刚刚宣布 要裸辞的行动党中尉 邓张钦啊 他是以一个不点名的方式 在脸书贴文 提醒领袖 不要进扯一些 安慰自己铁粉的借口 那在另外一则的这个铁文 也是有提到啊 任何可能性都可以去探讨 但是不能够敲锣打鼓去做 还写着这个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 呃 就是有一句这样子的话 2020年所有成功的行动 都是静悄悄的进行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职场上 呃 你一个人敲我打鼓说他要辞职 可能十年后他才在 嗯 那一些真的是辞职走人的 就是你你不知道第二天 他就已经递了辞职信 然后你就发挥就走了 所以这个他就是这样子讲了 就是静悄悄进行的那些才会成功 那尽管邓章心他没有去名言 相信所说的呢 就是西蒙过去一系列夺权行动 最终都是以一个失败告终的 我就只是想到那个名单的case 是另外呢 邓章心上个星期不是发表了退失表 就宣布裸退 那昨天他有接受新周日报的独家访问 关于裸退这件事情 他透露了非常多的无奈 还说到啊 在党里头 自己没什么发挥的空间了 那邓章心说自己现在累了 因为他一直在党内扮演着 反对党的角色 有始至终 党内就只有他一把反对声音 他说行动党没办法彻底的改革 而党员把希望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做一个向党敬见的这个角色 他认为是不对的 就是靠他一个人 他也觉得 向来就敢于对党啊 甚至领袖的一些决定 提出批评的他呢 在访问中就坦承 行动党多年高喊着改革的口号 但他觉得这只做到 就是倒皮不到肉的这个竞技而已 对 那就在我们看到说 最近西蒙 这个公正党 还有行动党 跟巫统联手倒大臣 以及这个公正党主席安华 在最近裁案二读表决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临时放弃 记名投票这样的一系列情况 国家斗士党 书里主席马祖基 他就特别发文告提醒 这两个昔日的战友 就是不要为了政治权力而抛弃原则 去跟敌人 还有盗贼统治者去合作 马祖基还向西蒙的议员招手 希望组织新的政治联盟 继续坚持反盗贼统治的这个政治路线 他也补充说 这一个新联盟呢 不限于政党之间的合作 也包括了那些不满他们党领袖 为权力典荡原则的国会议员 还有州议员 那今天的现在播来问你好了 霹雳州换大臣的事件当中 现在落幕了 你觉得谁是输家呢 最大输家 我们就是给了三个选项 如果你觉得国盟 尤其是土团党是大输家 你可以点选旺 如果你觉得西蒙 尤其是行动党是输家 可以点选哈哈 如果你觉得人民 尤其是霹雳州 选民是输家 可以点选三 好 这个部分你可以去到 九伯伯的官方脸书 投选 还有留下你的看法 这时候要换一下心情 因为看到这个数字 是倒抽一口气的 落雪要飙高 卫生总监诺西山 就宣布国内今天新增 2234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当中有1428宗 是来自雪兰俄州 那排在雪州之后的 就是沙巴有274宗 接着是霹雳州 有115宗新增 那今天新增病例当中 只有5宗是境外输入的病例 同时今天新增了3宗死亡病例 累计的死亡人数是396人 值得一提的就是雪州 1400多宗嘛 里面最多病例是来自 这个Saruline感染群 这是跟职场相关的一个感染群 另外 刚才自一个就是占了842宗 另外还有315宗 是来自亨电感染群的 那就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好的去执行 我们的这个新常态 去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了 是 那对于跨州政策 你认同放宽吗 这个国家安全理事会 昨天晚上就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 有显示51%的参与民众 是认同政府允许人们 在CMCO的地区之间自由进出 另外49%的人是不赞同这个放宽措施的 这个是国安会昨晚在 Telegram进行的一项民调 截至今天下午3点 就有超过9万人参与调查 那政府因为在12月7号开始 已经是允许 不管是所有啊 你是CMCO啊 还是什么RMCO地区都好啊 除了EMCO的地区的民众呢 都是可以自由跨州跨县的 那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麦沙布里昨天还在记者会说 这可以提升国家的经济活动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家庭企业 不过他也提到一件事情了 在CMCO的地区 大家还是有这个社交活动的禁止令的 不能够随便就说 我想群聚就群聚这样子 对那随着跨州的这个禁令解除之后 再加上啊 明天是雪州苏丹的诞辰 所以警方不排除会有民众 趁着连续三天的廉价呢 就跨州回乡或是出游 但是警方就劝告大家 真的必须要严守标准作业程序 不然的话就会等着出去 就会被检罚单了 那虽然警方不再设下路障 来检查来往的车辆 但是他们会更专注在 突击检查民众是否有遵守SOP 所以希望大家没有重要事情 就减少出门 出门的话一定要遵守SOP 是那国会的部分 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 关于裁案的表决啊 这个国会通过了一项动力 就是要减少特别事务局JASA 4500万令吉的拨款 因为呢政府原本就在 2021年的财政预算 是拨给JASA的拨款 有两笔哦 第一笔是400万令吉 是通讯策略项目下的经费 另外的8150万令吉 是新政策的拨款 加起来就8300多万令吉 当时又呢就引来了朝野议员的 这些抗议 那财政部现在就说过 之前就说过会减少拨款嘛 不过呢在野党的国会议员认为说 是不需要削减拨款的 反而你应该直接的取消JASA 因为JASA的成员是政治委任 功能是作为政府的政治宣传工具 然后来到今天呢 一直有这样课题的风波之后呢 财政部的第一副部长阿杜拉辛 就在国会提成了动议 削减JASA超过一半的新拨款 新政策拨款 而且获得了通过 也就是说现在JASA 还是可以获得 4054万9200令吉的这个拨款 那另外早前的时候 通讯基督媒体部长塞夫丁阿杜拉 他就宣布啊 政府将会把这个国家特别事务局JASA 改名成为社区通讯局JCOM 那有鉴于负责的范围呢 从不同的国州议席 已经缩小到县市的这个区域 所以塞夫丁当时就预告说 会减少这个社区通讯局的拨款了 那说到这个通讯及多媒体部 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 今天呢 是就是有突然间就被大家要求说 是要记名投票的 所以总结来讲 今天的国会一共是通过了三个部门的拨款 刚刚讲的这个通讯及多媒体部 记名的方式投票 但是通过了因为有107个人支持 反对票是有100个人的 另外是有13个人没有出席 还有另外两个的这个刚刚讲的部门有通过 就包括了清体部 还有就是人力资源部 不过这两个部门呢 是以声浪表决的方式通过的 那目前就有22个部门通过了预算案 其中8个是记名投票的 13个是声浪表决方式通过 今天在国会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针对首相慕尤丁的不信任动议课题 国会下议院今天就是有议员 这位是西蒙的国会议员哈山阿都卡林 他就询问 25项不信任动议 以及两项的信任动议 到底什么时候会在下议院辩论和表决呢 那对于这个提问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就说 国会不需要把这些动议移前辩论 因为那都不是优先的课题 他说政府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 慕尤丁失去了足够的支持 所以是会优先处理其他的政府事务 因为根据国会的议会常规呢 政府事务还是会优先被处理的 这些其他的事务就等了抬折下去 那达基尤丁有说了 慕尤丁在3月1号获得了11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成为了我国的第八届首相 那后来呢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还记得就是波德森国会议员安华 他那时候就声称说 我掌握了多数的票可以担任首相了 但是后来国家皇宫又讲了 安华支持公布了支持者的人数 就是说有多少多少人支持我 但是没有公布支持者的名单 就是之前敲锣打鼓告诉我们之后 但是这个名单到现在还是没有下文 达基尤丁就补充说 2021年财政预算案二读 那个时候不是反对党认为 是国会议员投下各自支持票的一个环节 如果没有通过就代表慕尤丁 没有获得足够议席支持这样子 那反之的话就是说他有足够的人支持 那最终这一个二读呢 是以声浪表决的方式通过的 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是接下来呢 国会的下一个重点就是 2019年第一系列总机查词报告出炉了 国家总机查署就针对12个部门 有总值157亿多令吉的项目活动和计划 做了这个绩效审查 还提出了62项的建议 希望各单位可以改善的 文告有说不合规的行为涉及3亿3000多令吉 那接着这个报告里头 还是有一些重点 每一次都吸引大家的目光 对我就是让你的这个血液沸腾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重点啊 看到说总机查词报告有揭露 有人啊去盗用已故人士的身份证 申请还有更新吉隆坡市政局的小贩执照 而这些已故人士 其实已经试试了一年到十年这么久 有关当局竟然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那报告说到2019年 在吉隆坡市政局范围内 其实有超过27000张的活跃小贩执照 里面就有219张的这个持有人呢 实际上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是他们的身份证就被其他的那些小贩来更新 然后去利用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死人都变活人 好 总机查词报告还揭露 大马微电子系统研究院 MEMOS支付了7059万令吉给该研究院的合约项目研究员 可是呢 却没办法证实这些研究员是直接参与了研发活动 到底这些他们做了什么呢 这次的机查就涉及在第10大马计划以及第11大马计划下 大马微电子系统研究院从2011年到2019年期间所进行的22项研究和发展项目 这些都是今天看到总机查词报告的其中一些地端 就是刚才我在处理新闻一边看一边觉得说 跟国家合作是最好的 就是他会给多你钱 然后忘记跟你收回钱 真的刚才我看的是其中一个财政部之下的一个这样子的 其中一个问题 对问题 他就讲说就是不小心给他多钱了 然后跟承包商要跟他追 承包商追讨回来的钱 又忘记跟他追讨回来 所以要讲到还是有点点激动 好我们深呼吸一下来看一下今天的现在 毕竟这个之前霹雳州人民很激动的事情 今天已经落幕了 霹雳州换大臣事件了 你认为输家会是谁呢 宝宝你错了 我错了吗 对你错了 结果最多人点选了 是Z 因为是人民 他们觉得最大输家是人民 尤其是霹雳州选民 那另外百分 这个是占了67% 另外20%的人就是认为说 这次最大的输家是西蒙 尤其是行动党 有13%的人认为说 这次的输家是国盟 尤其是土团党 这样子人民作为输家的话 大家听众认为啦 是不是人民要去检讨 为什么是人民检讨呢 我有个朋友是在这个霹雳州那边 检讨你的选项 没关系 等下一次的选举 你就拥有那个权利 来选择你想要他当政府的人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半再见了